哈喽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包包 那就是这个LV家的包包 那这个是 记得去年我不是有入过一个 那个LV的mini的那个 背包的开箱吗 然后那个背包其实说真的 我不太建议大家买 因为它的拉链那个地方会裂开 它这个问题一直会有的 所以我就换了一个包包 然后这个也是我老公今天帮我 就是挑的 对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吧 那我还挑了一个小卡包 这个是给老公的 对 然后那个先跟大家分享包包 那包包就是这样的盒子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包包 这个是他们的新款小书包 是今年四月底 就是快五月才出的 那这个包包花在Ion的话 货还算全吧 反正就是我跟他讲 拿一个新的他就有货 然后这个也是我老公帮我看的 因为他觉得这个包包比 我之前挑的那个更好看 然后 现在就给大家看一下外观吧 它这个是白旗旁格的 然后颜色这里肯定会变 因为那个店员也讲了 然后在店里放的摆设品 有一点点变色 我觉得其实他变色更好看 对 我老公也这么说 他说他觉得他变色更有味道 然后 它有一个小拉链在这边 它这次所有的内衬全是粉色 就非常非常好看 就很少女的感觉 然后这边的话 就是还有那个 贴膜 我还没有拆开 对 然后就这边有两个小钉钉 反正我觉得挺好看 它还有一个大一点尺寸吧 但是我在店里没看到 我在店里只看到这个尺寸 然后它是这种暗扣型的 然后里面全是粉色的 超 我第一 我本来就是 对这包本来还没有太大感觉 然后我老公说特好看 你一定要试试看 然后我就去试了一下 真的很好看 而且它里面真的是 好少女好春天就很适合夏天 然后它有这个袋子 那这个背法就是跟之前那个LV的那个背法是几乎一模一样的 它就是有这样的扣子 但是LV的那个小背包是这边这边各有一个 它是统一在这里 然后呢里面就是这样 它皮超软的 看到吗 有一个这个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有个勾勾的地方 可以看到吗 诶 有个勾勾在这里 其他 其他就空了 就一个这样子很简单的书包 然后里面这个拉链打开是这样的大小 还行 反正是我很喜欢的粉色 对 然后容量的话肯定比之前的一个小书包更大一些 然后白色也很好戴衣服 就是夏天 对夏天很好戴衣服 然后背起来的感觉是这样子的 诶 这里看来挺大 其实它挺小的一个包包 然后可以就是 两边背 然后还可以这样斜块的背 我就不把这边去掉 反正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感觉 然后还可以这样背 就单肩的 然后就是下一个小东西 对 就是一个小卡包 这样子 就这种老花格的 然后没什么设计就是老花 然后打开里面 就是这样子 可以放卡的 有一个小卡包 对 哇 这个味道好重 可能新的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小卡包 平常就可以放放卡什么的 然后我有可能会做这个 包包里面有什么的视频 到时候再分享给大家 然后如果有什么关于包包的问题 可以在底下给我留言 顺便跟大家讲一下价位好了 这个的话是 2300多 等一下我看一下收局 对 2330 是那个小包包 然后卡包是370 就是价位 大家可以知道一下 这个是新币 对 新加坡卖的 然后没有免税 就是都是带税的价格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希望大家会喜欢 我们下次见吧 拜拜